好 刚刚这个母女之间的战争 原来是冷气惹的后因坏掉了 所以大家只能够抢看一台电视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是形象性感的艺人赖凌恩 因为在偶像剧饰演 这个坏女人被网友骂翻 不过她其实是很节省的 尤其是为了要省电费 她在家里面据了解 几乎都不吹冷气 电费可以省上几千块钱 还有混血王子季亚文 健康餐生意是越做越大 现在更瞄准了 上班族开餐厅 银色洋装露出事业线 艺人赖凌恩出席活动小秀性感 你要是心疼我 你就帮我 帮我加回家 她最近因为演坏女人用尽心机 被网友骂臭头 但私底下的她 其实立财头脑也很惊 听之的部分 我会挪一半出来 是做传款动作 然后其余的在做分配 买那个基金 然后定制电额的存续 懂得分配收入 就连每个月的开销 也算得很仔细 这双费每个月不超过5000元 由电费调涨后 几乎都搭捷运公车代步 在家里也几乎不开冷气 真的要开的话 就是也是会把温度 设在大概26度 然后用电风产去做循环 其实省下来是一个月可能可以好几千 不止赖迪嫩会精打细算 跟她一样的还有这位 大家好 我是季亚文 欢迎你们到我的健康厨房 有混血王子称号的季亚文 两年前跟朋友合资750万卖健康餐 每个月营业额上看七位数 一年前再开实体店面 抢供上班族的荷包 那边有很多办公室 所以中午的时候都客满 有位营堂家爸爸又是经济系高材生 季亚文的生意头脑 让她知道要开园更要节流 她经常搭捷运骑脚踏车外出 爱下厨的她三餐几乎都在家解决 第一可以省钱 第二你可以控制你到底有吃什么 外面其实很多地方不见得是健康的 经营副业相当有一套 季亚文的事业也心不小 计划一步步扩大餐厅规模 做个演艺圈的餐饮大亨 东三财经新闻 李平潘凯峰台北报道 李平潘凯峰 李平潘凯峰 李财宝